人跟前受不同的就是受过圣贤人的教育 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亲相爱和睦相处 这是教育的成果 现在没有人教了 佛法里面还有一些 而实在讲现在佛门对于佛菩萨的教诲 祖师大德的教诲也逐渐淡忘了 形象虽然在 意义没有人懂得 所以护持正法 首先要护持我们自己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心 慈悲心 佛家常家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从这个地方下手 我们的心不真不沉 思维 诈骗 这是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眼前虽然能得一点好处 古暴在地狱 不值得 不值得 昨天北京有电话打给我 说东北有一些出家人 假借我的名义 在那边募捐 募了不少钱 听说有两三百万 说我要到那边去盖道场 要到那边去传街 这个法师我不认识 他有神通 神通也搞错了 我没有这个念头 我一生 没有自己的道场 一生都是住别人的道场 今年七十三岁了 我还要搞道场 哪有这种愚痴的事情 我一生 不做住持 不传街 学应光发 不向人募捐 不向人化缘 极慎年如一日 哪有到晚年 还做这个糊涂事情 所以希望 各地的同修 要明白 要了解 不要受人欺骗 凡事造谣生事的 你们拿钱 去供养他 去供养他的 与我不相干 希望过地同修了解 不要受人欺骗 请不吝点赞 杨茜茜